光復鄉民代表會同樣進行了定期大會 由鄉長林清水進行施政報告 林清水他是以建設幸福家園 讓鄉親過好日子為主軸 逐一說明了光復鄉各項重大建設愛的執行情形 而代表會的主席廖義軍 他也表示很肯定鄉公所團隊的努力 而接下來六天的鄉鎮總質詢議程 他也勤勉代表同仁們要理性問政 嚴格監督鄉鎮 光復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二屆第四次定期大會 今天上午正式開議 鄉長林清水率領公所各客室主管出席 進行鄉長施政報告 上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以及各客室主管工作報告 而鄉長以建設幸福家園 讓鄉親過好日子為主軸 進行施政報告 鄉長 鄉長 鄉長派貨幣基金 因為派貨幣基金 一提出來的時候 是每年可以進兩千萬 韓體啊幾十兩年四千萬 那竟然有他改變說 如果你執行歷 是第一名的話可以多兩千萬 第二名就多一千萬 然後我們執行歷是 是第一名的時候 配合度也提到六千萬 所以我們先生哥這邊 今年都有提六千萬的經費 還有整個公餐大廠 那喝準的沒問題 就是我們的大部分 大部分設計的 我們都在與福岸公園 回走新航附近 做好 我們去提兩千多萬 然後有便宜的 那個國安市場 確定是一千兩百萬 林清水感謝鄉代會 對光復鄉各項重大建設案的支持 未來包括一千兩百萬元 大幅社區空間改善 泰巴朗中央排水修復 一千七百五十萬工程經費等等 中央各部會各項工程補助經費 也將陸續核准到位 主席廖宜君致辭時 肯定鄉長及其團隊的努力 也其免鄉代會同仁 在接下來的鄉鎮總質詢議程中 善盡職責 為光復鄉的建設發展監督把關 本席上任兩年以來 與林鄉長合作無間 全力支持其政策 從未對公所的預算進行刪減 我們彼此基於互信 林鄉長對本席的承諾 不論是建設預算 以及我們鄉親的陳情 皆能言行必出 信守承諾從未失信 而這份誠信 正是我們維持所謂和諧的基石 相信在未來的兩年 鄉長與本席一定會繼續秉持 這一誠信的原則 共同實現各項建設以及承諾 本席也勉勵各位代表同仁 嚴格監督理性問政 共同為光復的建設 以及發展來努力 接下來 鄉代會為期六天的鄉鎮總質詢議程 主席廖宜君期盼 所惠雙方都能謹守意識規則 出席備詢 理性問政 推動地方建設為光復鄉謀最大福祉 記者張明太 石玉蘭 光復採訪報導